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创新菜 酱青椒 首先我们准备皮薄的大青椒500克 切掉辣椒地之后清洗干净备用 喜欢吃辣一点的朋友可以换成湖南椒或者线椒 下一步我们开始处理青椒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再加入宽油 油的量可以根据锅的大小添加 然后开大火将油温烧至7成热 油温7成热之后将准备好的青椒下锅先炸30秒 7成油温炸30秒的目的是让青椒起虎皮状 青椒起虎皮状之后再将锅里火沁炸一分钟 沁炸的目的是把青椒炸熟炸软 将青椒炸熟炸软之后再倒出凉透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酱青椒的辅料和酱汁 首先我们准备紫浆40克切成薄片备用 准备小米辣几个对半切开备用 准备大蒜30克切成蒜片备用 准备适量的香菜切碎一起放入盆中备用 带青椒凉透之后再倒入盆中准备下一步调酱汁 盆中加入食用盐一勺 加入白糖一勺 加入蒸鱼豉油40克 再加入少许的香醋 最后再加入少许的香油 然后将所有的调料搅拌均匀腌制30分钟即可 一道酸辣可可非常开胃的酱青椒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酱青椒的技术总结 第一酱青椒必须凉透之后才能加调料搅拌 否则容易跑胃 第二酱青椒必须加入香醋和白糖中和辣味和提鲜 第三酱青椒腌制30分钟后口味会更好 酱青椒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头条号美食作家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